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起震惊全国的悲剧事件 这起事件发生在中国南方的珠海市 造成至少35人丧生,43人受伤 周一晚上,一名62岁的男子驾驶小型越野车冲入正在健身的民众中 瞬间让原本活力四射的场景变得血腥与混乱 警方迅速行动,将这名驾驶者拘留 但他却在车内自残后失去意识,至今无法受寻 初步调查显示,这名男子因婚姻纠纷感到不满 选择了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发泄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让国家领导人对其表示谴责 强调必须对此行为依法严惩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不是孤立事件 近年来中国频繁发生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 让人不禁思考,究竟是什么驱使人们走上如此极端的道路 我们的社会安全究竟该如何保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将为您揭开这起事件背后的更多细节与影响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我是您今天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一起 发生在中国南方城市珠海的悲剧性事件 这起事件造成了至少35人死亡 43人受伤 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和震撼 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原本应该充满活力与欢乐的场所 珠海体育中心 周一晚上,当大多数人正享受着锻炼的乐趣时 62岁的司机范某驾驶着一辆小型越野车 猛然闯入人群之中,瞬间将人们的生活改变 目击者描述 在事发的那一刻,原本热闹的运动场景瞬间变得混乱不堪 尖叫声和恐慌弥漫开来 警方迅速到达现场并拘留了范某 然而,在被捕之前,范某在车内用刀自残 目前她处于昏迷状态,正在接受治疗 因此上无法接受警方的进一步讯问 根据初步调查结果 范某因离婚后的财产分配不满 选择了这样极端且暴力的方式来发泄不满 此事件已被官方定性为严重且恶劣 范某已被刑事拘留 在这场悲剧中,43名受伤者目前情况稳定 无生命危险 然而对于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 这样的伤痛将永远烙印在心中 事发后,这起恶性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 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罕见地发声 要求对范某依法严惩 以此回应社会的强烈反响 这起事件恰好发生在珠海航展的前夕 这个航展是中国最重要的航空航天贸易博览会之一 而中国正首次展示其最新型隐形战斗机具35A 尽管事件的严重性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震惊和愤怒 但在中国的微博平台上 这一话题仅排在第11位 这或许与平台的严格审查机制有关 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来看 中国近年来发生了多起针对平民的袭击事件 这些事件多集中于公众聚集场所 目标甚至包括儿童和外国人 过去的几年里 包括公交车冲撞学生和家长 持刀袭击超市顾客等事件 都让人们感到不安 并对社会安全的现状产生了深刻的反思 我们必须考虑 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因素 导致了一些个体选择如此极端的行为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经济压力 情感问题 社会孤立等一系列因素可能共同作用 成为这些悲剧事件的诱因 因此 如何有效地识别和干预潜在的风险 成为社会各界几代解决的问题 这起事件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更是整个社会的警钟 它提醒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关注社会心理健康问题 加强对公共安全的管理和监控 在社会政策方面 如何在法律框架内更好的调节家庭纠纷 保障每个个体在情绪困扰时得到适当的帮助 也是值得深思的议题 从技术层面来看 在提高公共场所安全防范措施的同时 也需要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 确保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使公众能够及时了解真实情况 与此同时 也能通过平台交流并给予彼此支持 这起珠海事件并非孤立的个案 而是当前社会面临的复杂挑战之一 需要政府 社会团体 以及个人共同努力 确保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未来 我们期待更多的政策和措施 能够为公众营造一个更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让每一个生命 都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 得到尊重和保护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该事件的调查动态 期待真相的进一步揭示 并希望所有受害者及其家庭 能够早日从悲痛中走出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新闻和分析 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在中国南方的珠海市 一名62岁男子范某驾驶小型越野车 冲入正在进行健身活动的人群 造成至少35人丧生 43人受伤 这起事件发生在周一晚上 当时许多人正在体育中心锻炼 未料到会遭遇如此惨痛的事故 这位驾驶者的行为震惊了整个社会 他的动机目前尚不明确 然而 初步调查显示 范某可能是因为对离婚后的财产分配 感到不满而采取了这样极端的行动 这起悲剧无疑让人心碎 受害者的家庭在瞬间失去了挚爱 生活陷入无尽的悲痛 而事件的发生也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安全的深刻反思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如何保障每一个人的安全 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此事件也提醒我们 每个人都有必要提高警觉 关注周围的环境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在暴力事件频发的当下 政府社会以及每一个个体都应该共同努力 从多方面加强安全措施以保障公众的安全 这不仅需要政府出台严厉的法规来震慑潜在的危险行为者 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 尤其是对于那些可能处于危机中的人群 我们更需要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帮助 以防止他们走向极端 此次事件同时也引起了国际关注 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要求对范某依法言成 这反映出中国政府对公共安全问题的重视 然而 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的反应却有些不对称 话题未能在微博平台上进入热门话题榜首 这可能与中国互联网审查制度有关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多起类似的袭击事件 这些事件的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为何一个人会走上如此极端的道路 或许在这些事件中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例如压力、孤独、心理健康等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总之 这起悲剧让我们再次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和珍贵 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关注和措施来保障公众的安全 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 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有享受安全与和平的权利 我们需要更加努力 去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都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